明月公主 你好歹也曾经是天下第一 死在我手 总比现在活得如此难堪的好 这是明月公主遭遇过的最大危机 她的武功和记忆还没有恢复 根本不是月龙轩的对手 小鱼和无忌健壮 只好联手围攻起了月龙轩 可月龙轩的武功和其高强 根本没把两人放在眼里 只是用出两成的功力 就接触了小鱼和无忌的全力一击 两人在她的手下显向还生 而长春也趁着这个时机 孤注一掷准备刺下最后一针 公主 这是最后一针 一个女人突然出手 从后面偷袭了月龙轩 月龙轩勃然大怒不再留守 将小鱼挤人给震飞了出去 眼见月龙轩就要发动致命一击 明月公主刚好恢复了功力 将雄厚的魅力灌注到了小鱼两人的身上 不行啊 我们都受不了了 快一攻把她逃出去 太好了 成功了 月龙轩被小鱼和无忌击飞出去 看到了那个偷袭自己的女人 竟然是天门舵主杜乔乔 可她不明白的是杜乔乔为何要出手暗算她 当然是为了要娶儿代之 一直以来 我故意装作于事无争 这一次 又故意败落身份 让抓明月任务失败 让你看不起我 没有了戒心 我才有机会偷袭你啊 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月龙轩这个卑鄙小人 设计杀死了江飞鱼和风无缺 江飞鱼是由杜乔乔抚养长大 她当然要替江飞鱼报仇血恨 而月龙轩这个人 最恨的就是别人背叛自己 放言要将杜乔乔给挫骨扬灰 杜乔乔也没有坐以待毙 运起魅力将身上的毒蛇 连续不断地射向了月龙轩 月龙轩摆密一书 被两条毒蛇给查了起来 可月龙轩依旧是面不改色 只是抓住毒蛇的身子轻轻用力 蛇头便猛地炸裂开来 紧接着月龙轩虎去一阵 强大的内力扑面而来 将杜乔乔给击飞了出去 嘴里吐出大口鲜血 已然失去了在战之力 杜乔乔虽然被月龙轩打得灰飞烟孽 却也替小鱼两人争取了时间 两人暂时吸收了明月公主的一半功力 短时间内战力倍增 倒也勉强成为了一流高手 可月龙轩作为本剧的战力天花板 就算是全盛时期的明月公主 也不一定是她的对手 如今的小鱼和无忌两人 只是有了明月公主的一半功力 自然更不是月龙轩的对手 师父 师父 武林盟主贺云天到来 用出了精妙的华山派剑法 招招犀利直刺月龙轩的要害 月龙轩丝毫不敢大意 只能不停躲闪显得有些狼狈 两人交手二十几招后 月龙轩才抓住机会发起反击 一掌击中贺云天的宝剑 并出手抢夺了起来 贺云天与月龙轩一战 可谓是平分秋色难分胜负 两人心之弱是继续下去 只会两败俱伤得不偿失 只好默契地停下了手 月龙轩出言威胁起了贺云天 要贺云天带人离去 不要多管闲事 华山派大师兄贱匹文言 表示如今武林各派群雄汇聚 他就不相信这么多人 还不能够制服一个月龙轩 哪知贱匹的话音刚落 天门的三封十二级纷纷现身 给贱匹等人带来了极大的压迫感 如今的局面明朗了起来 天门有三封十二级高手如云 正道武林却只有大猫小猫两三只 可作为武林盟主的贺云天 并没有选择示弱和退却 而是放言要与天门不死不休 叶龙轩是一个极其谨慎的人 不愿打没有把握的仗 因此他在权衡利弊之后 决定以后再与贺云天算这笔仗 带着三封十二级离开的邪恶里 小鱼见状还想追赶 却被贺云天出言拦了下来 岳龙轩只是受到偷袭而内伤 你们才有极可乘跟他对上满招 否则你们小病早就没了